你凶什么 立法院中心大楼立委研究室外一片吵闹 用手本挡住脸的女子 和一旁身穿蓝色上衣男子 被指控冒充立委助理 送黄色菊花和纸条 到多位蓝绿立委办公室 上头写着大大的晚点名 并付诸要求点名投票 我只是一个小小小的 你不要讲什么小不小 面对质问 女子坚持自己是立院工作人员 却说辞反复 遭到在场几位立委助理质疑 对 为什么你要骗警察 为什么你要骗警察 你为什么你要骗警察 为什么你要骗警察 为什么你要骗警察 很重要说三次 虽然最后这对男女有警卫代理 但却一度传出 人曾出现在民进党立委审布阳办公室 他详细澄清始末 对我们来讲 只要有人敲门 我们都会让他进来 他们进来之后呢 他们就说 后面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助理 让他们感受到很害怕 可不可以带在里面 我们的助理就赶快了解状况 因为实在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只好请他出去 那我们的助理呢 也有跟着他出去 然后到电梯间 沈博洋坦荡荡 解释助理 找SOP协助 反倒是国民党助理 盛其凌人 让他算是很难为强推的调查权 又要谁呀 国民党的助理呢 是把这一个 刚刚我讲的发花的这些 这个人 把他围住 然后不断地质问他 那我们的助理就说呢 这个应该是交给警卫处理就可以了 不只想象到自己的立委有调查权呢 他们可能认为自己都有调查权 还上网造谣 造谣就算了 还帮我名字写错 他就在我隔壁办公室 还可以一直帮我名字写错 这是不简单 造谣还写错名字 让沈博洋超无内 尤其利润朝野冲突不对 现在一点风吹草动 都会成为话题 民事宣传综合报道